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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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生 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资金 技术管理 投资和开放市场 让中国确实是强大了起来 富强了起来 富裕了起来 富裕了起来以后呢 但是呢 中共变得更加那个 更加这个咄咄逼人 更加狼心更强 战狼外交啊 这些比中共开始 把他的共产主义 推向全世界 再加上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 所以这个终于使这个 这个西方认识到 这实际上在川普中共时代 就意识到呢 中共呢 中共不是中国 并且中共呢 他在这个诋毁美国 在欺骗美国 在这个试图摧毁美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导致了这个美中关系的紧张 那到现在看来 虽然这左派政府 对中共不是那么强硬 但也是蛮强硬的 因为这个是 对抗中共 抗制中共 遏制中共呢 实际上是美国两党 和美国社会的一个共识 那现在这个 我们看到全球的经济恶化 就是这个鲍老师说呢 会打乱就是美中关系紧张 加剧会打乱这个海外的投资 那您认为这个与美中关系紧张 加剧有关吗 应该是有一些关系了 现在这个紧张局势 当然紧张局势不光是中美之间的 这个俄国和西方之间 伊朗 伊朗和美国之间 以色列和伊朗 就是说 印度和巴基斯坦 世界各地有横着很多这些 全球的恶紧张局势都有 那这个经济呢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是实际上第一大警惕 中国算是第二大警惕 但是中国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 它们必须不管怎么说 它已经很大了 那这两个之间呢 现在有些人产生脱钩 产生美国的这个抵制 封锁制裁 高科技限制 这个紧张的加剧呢 当然直接会导致这个 现在已经导致美中贸易 对吧 这个下降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 和对欧洲的贸易 这个份额呢 都从中国整体贸易中下降 中国现在更多的 能出口到东盟国家 出口到俄国这些国家 所以这个是对这个 全球的经济恶化 是有关系 尤其是这个新冠大流行以后呢 这个情况就不太好 更加恶化 那现在这种 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中美间加剧 这个海外投资 刚才我没谈到 就是西方资本呢 开始撤离中国 产业力在离开中国 转移到越南东盟 印度 这些国家去 那这个是确实会 就是说 加剧这个经济上的下滑 会导致 在这这个IMF的这个数字呢 会导致全球GDP 失去2% 这个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了 我觉得这个 可能更大的那个挫折 还是有可能的 另外这个报道还说呢 就是这会导致国外 直接投资碎片化 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那这对普通人 对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吗 碎片化就是fragmentation 所以又要什么意思呢 因为原来呢 我们知道中国是作为世界工厂 那中国也确实有这么大的这个农民工 对吧 廉价的农民工 就是中国这个 初三角 长三角 就是成了中国世界 真正成为世界工厂 对吧 使求什么东西都在中国制造 全世界都知道 对于这个西方这些企业 整个供应链上这些产业来说 可能是方便 所以都去中国就 一站就把所有东西都解决了 对吧 那现在呢 这些离开中国呢 这产业链实际上是分散 它并没有说 从世界工厂 一下子变成越南是世界工厂 或者印度世界工厂 而是越南、印度 可能柬埔寨 那个老挝、印尼 马来西亚 他们各自 每个字都搬了一份 所以这个世界工厂 在集中的中国 现在给人分散到各地 分散到各地以后呢 这个呢 而这个各国的 像这个报告都讲了 全球政策制定者和公司呢 都在寻求各自 更加 更具任性的途径 他不相信中共 要脱钩了嘛 中国的产业链 你像这个疫情期间 成为这个产业链 中国在这个 以口罩啊 吸氧、氧气设备啊 呼吸机啊 这些什么医疗设备上面 开始卡脖子 开始中断 整个整个 整个中国产业链就中断了 那这个对西方来说 打击很大 所以大家在寻求 新的产业链 新的转型链 其他国家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它可以一下提供 这么2 3亿亿的那些农民工 但是可能 越南有几千万 亿亿亿可能有 uno 也就是几千万 就是各自 它这样分散开了以后呢 就是 现在所谓的 投资碎片化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个 实际上只有这么一个中国 那这个碎片化 Fragmentation 碎片化以后呢 Hopefully 很有希望的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这些美国的一些 零售商也好 或进口商也好 他们要习惯于 不是说从一个国家 买所有东西 而是从这个国家买一点 那个国家买一点 这不同的国家在那里买 但至少它每一个供应链呢 它都会慢慢的比较强劲 比较不受这个中共 中美这个交恶的影响 那换句话说 这个碎片化 是不是反而对这个 供应是有好处的呢 就是不会受到 有一个国家 就像中共 它把持着所有的 这样的话 就不会受中共的 一个国家的影响 一个是有好处 也有坏处 我们客观地讲的话 好处就是 你不受中共的影响 不受中共的要挟 对吧 还有你分散化的话 就像我们个人投资一样 你这个所有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这个篮子碎了 你就说了鸡蛋 或者投资就没了 如果放在 这个篮子里面的话 你碎一个也没关系 现在中国这个篮子碎掉了 那现在呢 其他国家那些篮子 它慢慢开始在建立 那就是说 对这些产业链的话来说 你比方原来 它只要在东莞 投资一个公司 然后呢 所有的其他公司 都在东莞附近 它整个产业链上 上游下游 所有的企业都在那儿 就很方便 就是一下就走不动成了 现在呢 他们就是只能 就是找好几好多公司 所以它这可能是稳定了 摆脱了对中国的依赖 这是它的好处 但同时呢 分散化 碎片化 或者是很多环节的话呢 也有这个增加 这个成本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成本增加 这是他们必须的付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 一旦跟中共脱钩 彻底脱钩以后呢 它彻底断裂那个危险 那个成本更大 那这是不是对 普通投资人来说 是件好事 就是您说的 那个篮子 就是把鸡蛋 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对 对一些投资的话呢 整体的投资业 投资那个 投资的community呢 总体来说 能感是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把原来 那个国际化呢 就要打破了一些 它这个产业 产业供应链分散化 然后呢 多样化 渠道多样化 不依赖单一的 对整个公共链的稳定 还是有些好处 另外我看邮报老说 就是美中关系紧张 就是让 特别是目前啊 就是国际金融秩序 也正在改变 就说您认为 是怎么样才能 这种改变 到底是好事 还是不好的方向改变 或者说 怎么样才能恢复正常 这个金融秩序呢 它现在是 确实已经在慢慢的 甚至很快的在转变 那这个转变 像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就是说去美元化 中共呢 顾到一些国家去美元化 要美元那个就是说 就是替代美元 去美元化 我觉得这个当时 实际上是这个上天 对美国的一个警示 因为美国做了 其实很多不太好的事情 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左派政府啊 那些 就是政治正确 搞得太过分了 但是国际金融秩序 现在确实是已经开始 也开始碎片化 也开始这个恶化 体现了呢 通胀 全球的通货膨胀 全球通胀呢 全球的央行的加息 加息呢 导致我们看到这个 硅谷银行 标志银行 第一公共银行 美国的几家银行破产 清算 不能说破产 是 是 重续清算 那这个银行危机呢 现在还没完结束 可能还会有200家美国银行呢 就是说现在有点 有点危险 很大的风险 在这个金融危机 已经这个 延续到其他国家 欧洲的瑞兴 然后德国银行 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金融秩序呢 现在还在这个恶化的过程中 中共现在也在 搞这种企业试图 就是说 它不一定敢取代美元 但是它想要弱化美元 美元的那个影响力减弱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金融秩序 就是 确实就是 会被破坏掉 如果再加上这个经济 我们刚才提到 我觉得美国这个 下半点经济呢 很可能陷入衰退 如果陷入衰退 那全球经济是危险 经济危机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 这个金融秩序也会打破 比方香港 就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这个 基本上已经被中共给破坏掉了 所以很多企业都 移到新加坡或英国去 伦敦去了 那这个 所以这个 经济规律呢 经济危机的规律 没有还存在 它实际上是 这个 是有种循环的 这个就是说 跟这个 跟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 我们佛家讲这个 人类世界 城租坏灭 我们讲这个 在市场学上商业教学的时候的产品也有一个程度怀念 实际上是那个企业界也有程度怀念 零售也有程度怀念 其实你这个国际金融秩序呢 也有程度怀念 以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以英镑为主导 后来变成美元为主导 现在还会继续主导 但是呢 去走下坡路是完全可能的 那怎么恢复的话呢 怎么恢复 如果说要美国恢复的话呢 美国必须知道 美国是怎么样变成一个金融的霸主 或者主导了整个国际金融秩序 是二战之后 因为美国有这种立国的理念 立国的保守的传统的 信神的保守主义这种理念 那神给了他这个荣耀 所以美国美元 美国才成为这个世界金融的 那个核心力量 那现在美国偏离了 所以他就变弱了 变弱了 中共就才以乘虚而入 所以我们以后想让美国要恢复的话呢 那可能就只有 就是美国要回归传统 回归保守主义 回归川普时代 川普或者Maga主义 这时候在美国才有可能 这是从近期的 可能未来从2024 可能未来五年十年 但再更长远的话呢 你要看成就外面的角度 美国也会走向衰落 也许那时候中国呢 中国现在如果在中共的体制下 是不可能成长起来 如果中共现在 我们很快就会垮台 如果中共垮台了 中国也变成一个自由的 开放的资本主义式的一种社会的话 自由企业精神的社会的话 那中国人还是聪明也能干 也愿意存钱存钱存续 那中国以后再超越美国 那个时候呢 可能有新的金融经济秩序 会诞生的也可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